工作上除世待人皆无 纯善 因为你的心是纯净 心要不是纯净 那个善是学得来的 学来的是相似的善 那也算不错 那是你的功夫 是你的修养 不是出于自然 纯净的善是自然的 心不清净 那个行善是你的修为 是修得不是信的了 但是信德一定要靠修得 你才能够正的 你才能透得出来 我们今天这个程度 要靠修得 我们清净心跟善行 要同等重视 来修修 清净心是一尘不染 六祖慧能大师 在谭经里面讲得好 本来无一无 何处也尘埃 常常想到 我们心里头 本来无一无 何必要把东西放在里头 把我们的心搞坏了 本来无一无 是真心 放一等东西放里面 就变成忘心了 就错了 我们今天这个心里面 东西太多太多了 阿蕾也是个仓谱 无量进来 无量无边的习气 种子 把我们的真心 变成了阿蕾也是 变成忘心了 真心不起作用了 阿蕾也是里面 含藏的种子作祟 它作祖了 这些种子 就是无明 就是妄想 把一正法界 变成是法界 再要造严重的物业 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社会现象 自然现象 是我们设先变现的 换一句话说 是世间之人 多造我业所感应的 众生与众生之间 众生相祖 祖是诅咒 就是互相相害 他不是互足 他不是互足 好像人活在世间 干什么呢 专门找茬的 专门找人麻烦的 是为这个活到世间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彼此不相容 现在麻烦真的大了 夫妻都不相容 这还得了吗 夫妻都没有互信 彼此不信任 彼此都还有隐瞒 今天社会现象 我们不要说云 年半年前的人看到 不可思议 哪里会有这种事情 父子无信 夫妻无信 这古人不敢想象的 你要跟他讲 他不相信 你就胡说八道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 确确确实实是亲眼所见的 亲身尽力 这就是世界末日的预兆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有信闻到佛法 大信大信 灾难现前 我们还有好地方去 我们没有恐惧 欢欢喜喜 快快落落 这个福有多大 这是祝佛如来大菩萨 明念一切 这一切里有我一份 为我做了佛天 但是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众生 把这个机会设掉 依旧在造位 依旧不能接受圣贤教会 胜苦痛哉 阿南尊者悲痛 若有信者 若一若两 真的是亿万人当中 可能有那么一两个 耐火事物 耐必如此 阿南尊者的感叹 惋惜 亿万人当中 才有那么一两个 觉悟的 明白的 必是必我 就是想 坏到这个程度 那必如此 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个世界 怎么会坏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要多想想 然后才真正晓得自己的福报 知道珍惜 知道用功 知道发愤 决定 在这一生当中 成就 不再堕落了 今天时间到了 今天时间到了 再次